大家好 我是小胖老师袁维仁 知名音乐人小胖老师袁维仁 2018年在上海录制节目时意外跌倒 导致头部受伤引发脑溢血 紧急治疗后虽然救回一命 但却被查出脑内另有肿瘤 后来返回台东老家休养 没想到2020年10月 他在家中竟然不幸摔倒 紧急送医抢救后陷入昏迷状态 日前更被医生判定为植物人 消息一出震惊娱乐圈 事实上 袁维仁在第二次摔倒时 不密指数只有3 索性最终顺利度过危险期 目前小胖老师已经被送回家中疗养 交友二姐贴身照顾 然而袁维仁需要庞大的长照和医疗费用 他的歌手好友张宇曾发起小胖基金 包括游鸿鸣 吴启贤等圈内友人 纷纷出钱资助 希望帮助袁维仁度过难关 另外 长期关怀资深艺人的 柜田文化艺术基金会也透露 袁维仁的家人们会固定探访 同时提供长照相关费用补助 更表示小胖老师目前没有危险 在家休养期间 家人也把他照顾得很好 至于其他细节则不方便多说 叫他男人去咖善 既然将关怀资深艺人员 在家人市场羊还